就是佳華當然我們是很清楚的了解 從318一直到後面 318開始 神醫師民主慢慢在台灣就是慢慢扎根 然後慢慢被人家看見 那佳華他其實很強調一個重點就是 神醫師民主他的那個成員 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組成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叫草根日常 不要叫公民憲政會議 世界咖啡館 因為那個草根強調就是 他希望的是社會 我覺得佳華他比較想強調就是 我希望的是社會每一個族群 都可以有機會去說出他想要說的話 就是我有話要說 不是說這個世界公民咖啡館 這麼的學術啊 或者是要有一定的知識程度 才聽得懂或是才參與得了 所以他其實這樣很清楚 讓我們去認識草根論壇跟公聽會啊 聽證會或是世界咖啡館的不同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請到那個 東吳大學 其實談審議民主 被很多人說 甚至是個蛋頭學者 對於這個 對台灣的狀現狀不了解的人 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 那我沒有想到 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其實審議民主已經成為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但是我想我等一下 因為我想佔優大家等一下互動的時間 我很快的 我從佳華剛剛所講的 我其實是想要接續剛剛佳華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從318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我看到很多的年輕人 我常跟這些同學們講說 318好像你們的公民前年齡 你們一夕之間體驗到什麼叫公民的角色 你們一夕之間 終於了解到你們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你們一夕之間 從一個網路的鄉民 變成一個不是只有在網路按讚的人 已經走出來對於事務進行關心 但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公民透過選票 去展現他們對於這些政治的一些看法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來思考的就是 那到底為未來的台灣的民族 不是只有衝撞 也不是只有去對這個體制 去進行某種程度的一種批判 接下來我們要是我們怎麼去實踐 怎麼去落實 怎麼樣讓這樣的一個民族的想像 能夠更清楚的那個圖像可以展現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就是說 很多人在選舉之後 大家都說公民參與很重要 我們要談開放政府 我們要談全民參與 但是接下來重點不是公民不應該參與 公民當然應該要參與 重點是公民要怎麼參與 這件事情是我們在做 大家都要共同來思考的 那我常常覺得過去318以前 在台灣社會為什麼我講神域民主 很多人會覺得我實際上是太過於理想化 是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台灣的選民是政治冷漠 台灣人習慣當選民不習慣當公民 也就是說我們習慣在透過選票 好像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這個公民的角色就是我去投票 那每4年結束之後 我再來表達我對這個政治人物或是這個政府的不滿 但是對於公共事務 一向是比較少去關心 但是這裡面政治冷漠到底是因還是一個國 這就是要好好討論 是政治制度造成人民政治冷漠 還是因為人民本來就政治冷漠 所以大家不會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們從剛剛佳華談的很多例子裡面 你會看到尤其我們這幾個月 在許多草根的互動裡面 會發覺到說 很多的公民一旦有機會讓他可以去進行這樣的討論跟審議 其實他們對公共事務是有非常獨特的一些分析跟診斷 他們對問題的診斷能力不會比這些政治建議來的差 所以我們今天一直要來反省是說 剛前的整個台灣的代議民主制度其實有一些缺陷 所以我們過去習慣用選舉的方式來表達公民參與的這樣的一種形式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把我們的偏好反應出來傳達訊息 那政黨聽到了提出政見 然後大家來投票 表現不好 下一次我們再把它換下來 但是這樣的一個選舉式的民主機制 其實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比方說我們說現階段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認為 大家都覺得這部憲法要改 其實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制底下 行政權專斷導致的這種權責不輕 是沒有辦法去有太多的機會去要求這些政治人負責 所以我們說馬總統民調高的時候就說民之所欲 民調低的時候就說我堅持做我認為對的事情 反正都是他說的對 那這過程裡面我們的體制裡面沒有辦法對他有太多的這些要求負責任 那立法權也是我們說現在的整個國會的這個問題裡面 這個在座有審生審立委都知道在過去的這個選舉制度底下 目前的整個立法院的運作 其實會出現我們常常講說中央民代地方化的問題 所以常常會造成很多的這些議會的立法權無法伸張 所以我常常講說我們現在是行政權失領 立法權失能 媒體第四權失控的狀況 我很難想像說 阿基斯有緋聞會比陳德銘來台灣 來得更重要 但是你會看到在媒體的版面上 其實你會看到有一個非常不對稱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就會讓我們說我們過去認為只要每四年投一張票來表達意願就好 其他會有人來幫我們監督 可是這件事情在現有的台灣選舉制度底下 其實出現了某些問題 所以我們說318其實讓很多人開始進行反省 很多公民覺醒 所以我剛剛講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進行參與 那我認為說參與其實是有三個面向 就是公民有沒有能力參與 公民有沒有意願參與 以及公民能不能被允許參與 那這三個面向裡面其實國家都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你一直認為這人民是 我們看到其實剛剛加法談到很多的政策精英裡面 其實是充滿非常精英思維的 他會認為一般老百姓不懂 那可是就我剛剛講很多公民從他日常生活對問題的診断 其實是非常精準的 可是我們很多坐在辦公室底下做政策的人 他未必能夠聽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了解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些問題 我想因為加法已經談了 這部分我就不談了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這部分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所以神益民主簡單來講 神益民主不是剛剛劉越宮老師說 神益民主很多人都以為是辯論 不是 神益民主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大家必須是要如何去提供你的理由 不要用你的屁股決定你的腦袋 而是你要縮理 同時那個縮理過程是你需要去聆聽他人意見 我們常常講說民主政治跟非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別就是 當你要用屬人頭來取代打破人頭 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這個社會裡面有很多人意見是跟你不一樣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道理來說服其他人 共同來接受你的看法 我想這是民主政治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以神益民主要講的 不是大家來比我們人數多寡 而是來比我們的理由到底能不能被說服 說服他人 所以這裡面還有一個傾聽的重要 辯論 當然你如果辯論的時候就是說 我站在我的立場 我偷到正方 我要從頭到尾 並捍衛我這個正方的立場 所以反方到底講什麼 其實對我不太重要 可是神益民主有一個重點是 透過聆聽我們事實上是可以去追求 彼此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共識 但是我們可以在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前提底下 去保留彼此之間的詐異性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神益民主要講的是一個縮理的練習 所以民主政治 神益民主其實要強調的是 民主是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 是一個集體學習過程 所以我等一下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幾個月 除了我們在做這個草根論壇以外 我們其實在很多的高中 現在在台北跟在台南 也都開始做一些公民老師的培訓 讓公民老師能夠去了解 在公民教育要怎麼教 我剛剛講我們今天不能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要超越藍綠 可是超越藍綠這件事情是 如果是一個重要的價值 那我們就要知道我們超越什麼 超越不是藍加綠加起來初以二 叫做超越藍綠 也不是各大武士法官叫超越藍綠 當這些政治人物搶出這些口號的時候 那我們公民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神醫民主講的不是大家同仇敵看 我只找那個跟我意見一樣的 過去我常講很多政論節目 政論節目其實不是在做討論的 政論節目是在相互取暖的 就是你轉向這一台 你就想要聽到你想要聽的聲音 那這個過程裡面也是不會有一些 互相不同意見的一種交鋒 那神醫其實要談的是這個過程 那剛剛佳華已經談到這個問題 那我其實認為說 校園裡面我們過去的公民教育 過去2010年全球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全國的高中公民教育的那個成效 我們常常公民老師都知道有認知情意技能 那我們的全世界好像有快48個國家的樣子 台灣在公民的考試這件事情是全世界第四名 全世界第四名很會考試 但是在公民素養就公民的技能上 這個台灣是全世界最後一名這48個國家 換句話說很多公民教育的思考都放在 只是好像在考試內閣字種種是什麼等等等等 但是對於作為一個公民的這個認知跟的角色 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知識跟公民的作為一個公民 或是未來公民的這個角色有很大的脫節的時候 教育其實就存在了一個意義 那尤其是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常常有一種去政治化的論述 剛剛中理有講 去政治化就是說我們都不要談政治 我們要來拚經濟 我個人認為去政治化的論述是最政治的 他是要用一種好像沒有政治的方式來告訴你 我們來拚經濟 我們當然認為拚基金很重要 但是我們可能要拚一個沒有環境污染的經濟 我們要拚一個沒有破壞生態環境的經濟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都常常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是要希望大家不要再討論這個議題 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民主的角度來講 我剛剛講衝突爭議大家意見不一樣 本來就是民主的常態 重點是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 所以公民教育裡面 我們在這一波的公民老師的培訓裡面 就是希望能夠讓同學們了解到 在民主社會裡面衝突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你怎麼面對衝突這件事情 是需要學習的 這個學習不是說大家相互取難 而是我怎麼樣找到理由去彼此說服 那這邊其實我在過去這幾個月 就是幫一些公民老師 這是引介了一個關於在美國的公民教育裡面 他們用審議民主的方式來教學 那就是要提供同學去理解 怎麼樣去處理民主社會當中的這些爭議議題 那他們其中希望是說 過去有一個經驗研究發現 如果在學習過程中 你是在跟不同意見的人進行討論 你學習如何跟不同意見的人進行討論 這個社會的那個政治容忍度會比較高 也就是你懂得怎麼樣知道別人跟你的不同 同時你可以跟這些人 一起來面對這些議題 所以同時能夠在各個觀點下去找到一定的結局 所以常常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在參與 我們當然在網路裡面其實會有一個 大家常常會在網路上參與 但是網路上參與會有一個必須要去提醒的 就是說我們常常可能會喜歡跟我們自己相同意見的人參與 那這裡面從審議民主的經驗研究裡面看來就是 如果審議的過程裡面你沒有不同意見 那你會越討論你的意見會越強化 你會聽不到其他人的意見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在討論過程當中 要有不同的意見同時存在的理由是這樣 所以他們發現到透過審議民族的教學 是提供公民批判性思考能力 同時知道怎麼樣去提出自己的理由 我常常聽到很多同學 她常常會講說 反正就是這樣子我也不會講 反正你就是這樣子 那對很多人來講是說她有立場 但是她不一定有理由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要培養同學們 怎麼樣去提供理由 捍衛自己的立場 另外一個就是傾聽他人的聲音 傾聽是最重要的 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都很喜歡講自己的想法 但是未必會願意去聽他人 尤其是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的聲音 所以衝突的過程裡面 其實比方說他們在美國 就做過類似這樣的研究 就討論說我們一起來討論 基因工程到底應該不應該允許等等等等 這些因為時間關係都跳過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的老師們的反應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大致上有將近百分之百的老師都認為說 他們會在持續在公民場域 公民教育場域裡面 繼續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認為對學生在思考上 從前去尊重多元觀點上 是有一些幫助的 所以簡單來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通通都不談好 我就做一個結論就是 民主是需要學習 而且是需要集體的學習 那審議事實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如果我們有一天 所有台灣的人民 都具有一種批判思考的能力 可以提出尖銳的問題 可以是對這一段路 提出許多批判性的論述 同時我們可以比媒體 更能夠掌握到訊息的正確性 同時我們也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在這個基礎之下 共同來討論 我想台灣的民主發展 台灣的深化民主 其實是有大有可為的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現在要努力的就是 如何讓台灣從學民的文化 轉型到一個公民的文化 那這邊當然需要大家的努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